做的一个小汤锅模具 这是干肃的一个小汤锅 我们已经刷过头片底了 现在是二变 三变 四变 所以它做的非常工整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于细节上来处理的非常好 后期做这个汤锅模具的时候 大家如果使用这个汤锅的时候 其实做的这种小汤锅 一般都是我们中华铝锅铝盆模具上 生产的 这是一种传统的手工艺 在制作的时候呢 要非常 工序非常多 非常繁多 然后做出来的工工当然也非常细致 小汤锅呢 一般情况下有两个耳朵 做的非常好看 大家后期需要这些小汤锅的时候 可以联系我们 就是一些老手工艺 它做完这个耐火材料是这样的 后期它晾干之后 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耐火材料 等到它晾干之后 就是这个颜色了 大家可以看到左侧是没有 上过这个二变三变泥的 右侧是上过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光滑 一样